歡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台北股市持續的破底 到底國安基金 什麼時候才要進場呢 會是下個禮拜嗎 但是還撐不到下個禮拜 本週真的好慘 台股這個禮拜 漲一天跌了四天 這四天跌了千點 短線跌生能不能夠 以跌止跌呢 大家都想問 馬上歡迎今天來同學會的 三位來賓 第一位歡迎分析師王兆麗 兆麗哥午安 明君好 同學好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 連錢文 阿文三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三位歡迎分析師 鄧尚偉 鄧老師好 明君 同學們 大家午安 今天七月一號 進入第三季了 台北股市能不能夠 來換個新氣象呢 還是說危機根本還沒有解除 台股的多頭總司令 投信投顧工會理事長張錫 他今天說話了 他講台股的旺季 會延後延到Q4第四季 如果說還沒停損的人 你不用停損了 可是今天才第三季的第一天 利空滿天飛 今天大盤下殺取量 成交量有來到了三千億元 已經是最後趕底了嗎 請問教練老師 半導體長夜未盡 台積電傳出三大客戶降訂單 今天股價繼續的下跌 傳出現在這個蘋果的手機 有心機目標 出貨減少了一成 再加上三星 這個台積電的強勁對手 準時量產3奈米 海機店可能要等到七月中 他的法說會給明燈 才有機會止跌嗎 那就連價格比較硬的MCU 今天也傳出了被狙擊的訊息 報價有這個雪崩的狀況 前景不好 真的要先跑為廟了嗎 請問阿文塞 請阿文塞幫同學們來追蹤 台股今天無差別的下殺 而且是第二天了 資金轉進防禦股 現在還來得及嗎 到底哪些股票是屬於 防禦型的類股呢 我們從位階跟技術面來觀察 哪些股票 可能抗震係數比較高 防禦型的個股有電信 還有工業電腦 甚至名聲消費股 我們請鄧老師來交戰 廣告回來鎖定 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這兩天股民們心情很男好 昨天跌了414點 今天跌點更大 今天大盤的下跌之後 就一路的開地走低 中場跌482點 收在14343 有出量 今天量來到了3000億元之上了 包含了我們半導體繼續有利空來襲 就連下週一要除息的鴻海 今天也出現了氣息的賣壓 後櫃三雄呢 本週的行情真的是相當的不理想 只剩下防禦型個股呢 在盤中維繫人氣 各位老師 這個禮拜 我們只漲了禮拜一 就連續跌了4天 但是觀察幾個指標 第一個是昨天美國公佈的PCE 核心物價指數 比預期中來得還要好 那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跌幅這麼重 會不會是跟昨天的融資有關係 我們昨天看一下盤後的數據 融資減少的幅度 昨天跌400多點 但融資只減了30億元 這金額你覺得夠嗎 那今天下跌出量 融資如果說再趕出去的話 有沒有可能下個禮拜會迎來 比較直穩反彈的機會 對 沒錯 我想最近來講 其實這四天跌幅 跌點越來越大 然後你看今天 對 今天滿誇張的 又跌了482點 成績盤的部分來講大概3000億 是有呈現放量的一個情形 其實以目前來講 其實你可以發現 每股五大指數當中 其實只有費城半導力指數 在今天的一個盤中一度破底 可是之後它其實又收盤的話 就在低點之上 在這一波的低點之上的一個水準 那其他四大指數 你不管NASDA 不管是標普500 或者是所謂羅素2000 道琼 其實他們都沒有破底 那台股為什麼會這麼的弱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 真的還是來自於 所謂的一個籌碼面的部分 籌碼 農資的維持率來講 其實之前我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地方 其實大概就接近140的時候 很容易 你看今天來講又是相同的狀況 在開盤之後開低 拉起來之後又不太過 然後這樣幾乎又是這樣 沿路的幾乎沒有買盤 就是說現在大家看到這種盤 其實說不太敢買 對 大家反而會比較恐慌 又進行賣出的動作 那當然我相信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融資的部分來講的話 應該會減幅相對上來講 會是比較大 那其實有時候我會覺得 急跌也是好事 因為這樣籌碼相對上來講 會換手比較快 好 那想問一下 如果說融資今天晚上 減肥的這個金額 也稍微高一點點的話 那下週的台股 能夠做什麼樣的一個期待呢 還是說大家要保險為宜 因為投信投顧的這個理事長張錫 他今天有說話了 他在5月31號的時候曾經講過 Buy in May第二季是最佳的買點 6月中講台股一定會反彈 可是今天看起來他也覺得 似乎矛頭不太對了 他說今年除全息成了賣押 那6月你還沒有停損的人 真的也不要砍在阿呆股了 忘記延到第四季 可是今天才第三季的第一天 還要等到第四季 那這一季股明明怎麼熬呢 而且有好多地空喔 包含了護國神三台肌電 今天繼續的碟 傳出有三大客戶 要調降他的訂單 包含了蘋果 超微 還有輝達 那黑暗中的希望呢 是我們老師特別提醒 大家留意的工業電腦部分 有一個新的訊息 輝達攜手西門子宮工業元宇宙 兩大平台串聯助企業 降運跟降成本 所以包含了工業電腦元宇宙 這兩個題材 在今天大盤飄搖的過程當中 是比較相對抗震的 老師 我們從張錡的看法來看 他為什麼說忘記延到第四季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 要怎麼樣來解讀 是好還是壞 對 沒錯 我想忘記延到第四季 基本上來講 其實大家本來就定調 今年第三季來講 本來就會忘記不忘 可是忘記不忘的狀況之下 他會比第二季來得好 應該是肯定的 因為畢竟他也是 所謂的傳統的忘記 第二季本來就是 相對上來講比較淡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情形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你以美股來講好了 美股的部分你可以發現 在第一季的時候 其實在公布財報的時候 財報的結果跟市場預期的 其實大概都差不多 可是第二季來講 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公布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上一季 它公布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發現 有些已經開始出現了 不符合市場預期的一個情形 比如說像零售股 或者是有些科技股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其實我跟大家講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不管升息 通膨等等這一些 可是因為股票市場的跌 當然那時候有的人 已經開始看不好一些的產業 可是因為股票市場真的跌太多 跌太多的狀況之下 大家的財富會縮水 縮水的狀況之下 當然需求就會減少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現在大家對未來的景氣的看法 相對上來講更加的謹慎 那以美國來講好了 美國大概有七成的GDP 都是個人的消費 都是民間的消費 有七成 那這七成來講你想個人 當然很多有投資股票 投資其他的比特幣 或其他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債券等等 可是這些股票 這些的價值真的 第二季真的跌很重 第一季當然大部分也都跌 所以當然我想整個忘記 不忘的線上當然會產生 那只是說對照到股價的部分 因為股價都會先反映 其實股價跌到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當然它也已經反映 只是說我們沒辦法去了解 它到底反映的程度到底是如何 那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來看 美股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關鍵的 對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 昨天的這個數據 對 因為核心的PCE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比市場預期來的低 沒錯 對 它的PCE的部分來講的話 也出現了連續三個月的下降 那這些的所謂CRB的指數 原油的指數 天然氣的指數 小麥的指數等等 這些其實說真的 大家會認為 通膨有可能維持在高檔 可是通膨基本上來講 應該有稍微的紓緩 不至於說一直創高 一直創高 一直創高 那另外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投資的散戶的信心的指數來講的話 其實看工的比例 在最近這幾天 有出現稍微的沒那麼多 所以你看美股的部分 其實表現相對上來講 真的比台股來得好 就是說這兩天它並沒有出現 真的大幅的一個中壽的手勢 那我覺得美股在這個地方 它真的是關鍵 就是說這些的數據看起來 其實基本上來講 算還相對 跟之前來做比較 是比較好一點點的 那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Bauer的部分 我相信他也不希望 他當然希望控制通膨 可是他也不希望股票崩盤 他也不希望經濟出現了 所謂的一個 真的就開始出現大幅的衰退 我相信他也不願意 只是說市場上來講 現在還不是很相信他 我覺得關鍵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美股必須撐住 假如說它真的撐不住 再往下破底 真的再摔下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經濟衰退的部分 因為剛剛提到 在財富效果縮水的狀況之下 有可能就會導致 經濟衰退提早到來 可是只好可以撐住 我覺得基本上問題不是太大的 趙蕙老師說 因為美國的GDP七成 來自於民間的消費力道 民間消費力道來自於 你口袋要有錢 可是投資 你投資的資產 最近的報酬率真的滿差 就擔心說 可能會影響到民眾的消費力 進而影響到美國的GDP 第三季如果說還沒有看到 美股明確回穩的狀況的話 我們第三季的操作 是要做一個滿大幅度的改變 包含四大頭顧 通通都看得好保守 老師你怎麼看 對 沒錯 我想當然指數區間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就是說 一萬四到一萬六左右 有的都已經跌破了 今天都已經跌破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市場本來就是這樣子 當不好的時候 其實大家的看法 相對上來講會更加的謹慎 那我覺得大部分他們也都覺得 大概第三季 大概接近季末的時候 有可能八月 對 有可能才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當然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當然有的看好電動車 5G半導體等等 那有的看好生系 電信等等 我想這部分假如說 就布局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當然你持股 整體的持股比重 真的要控制好 就是說真的要在五成以下的水準 那當然你有其他的資金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說你可以等待 真的盤勢穩了之後 那你再下去買一些未來產業 你覺得相對上來講比較OK的 這一些的類股或族群 來進行布局的 好 那我們從這個籌碼來觀察 老師說現在台北股市 為什麼還沒指紋呢 可能籌碼方面 一些沒有信心的符合 洗得不夠乾淨 那昨天融資減了30億元 那今天台北股市下跌出量 融資的這個水位 有沒有機會再減少 那老師從這個融資維持率的觀察 你怎麼看 對 其實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當然每個人計算的 融資維持率的部分來講不太一樣 那以這個系統來看的話 其實昨天融資維持率 大概剩下143.54 已經逼近140了 對 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比 大概最近這兩年 只有比這個地方 就是去年 前年2020年 三四月那時候 疫情的時候其實來得低 就是說只有那個地方 比現在來得低 其實之前你可以發現 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都比最近來得高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指數下來之後 很容易出現上去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下來之後 可是這一次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次真的比較不一樣 因為融資維持率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出現了這種現象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 就如同現在的盤勢 就是說盤值要一步好的時候 因為維持率已經接近 其實個頭真的可以自己去想 你今天假如用融資買進的人 買上市股票的人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大概166%的一個水準 假如買進去平盤價 最近其實你看到很多股票 其實一兩個禮拜 不要說兩個禮拜 跌個20% 就已經跌了20% 你已經都快追繳了 就這樣不要說一個禮拜 搞不好有的三天 就跌20%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連說很容易追繳 你一出現很容易追繳的時候 市場會怕 假如說你在漲的時候 大家比較不會怕 可是像最近這樣的盤勢 大家真的會怕 所以就容易出現 所謂人採人的現象 大家都要擠出去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當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有好事 就是說你這樣集碟之後 或許會不會如同這邊一樣 經過了集碟 對 然後之後迅速的就有機會 開始呈現比較震盪反彈的 一個格局了 好 那這個融資的重災區 其實滿多也是這個電子類股 今天有個利控是來自於說 半導體的砍價風暴 還有說連台機店的大客戶 都有一點點鬆動未來這個下單的力道 老師你怎麼看 記憶體 半導體等等 就利空一直來襲 電子股是不是要暫時放棄治療 電子股的部分 當然其實我覺得跌到現在來講 你說這些利空大家知不知道 我相信其實很多都知道 那只是說下修的程度 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因為股票越跌 其實你會越覺得很恐怖 就是說再加上籌碼的問題 你說美銀波冷水看單晶片業 假如以今天來講 他才這樣講 其實晶片類不管美股或者是台股 其實很多的晶片股的部分 其實都已經出現了 大幅度的一個重挫的一個走勢 你說它從13% 今年從下修到9.5% 其實成長性還是 相對上來講還是OK 那明年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大家估明年 說真的不是很準 以現在這麼變數 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那不管 那當然假如說是下修 變得負的1% 那相對上來講比較不好 可是你看很多的 不要說晶片類股 很多的電子股 不要說電子股 很多的傳染股 甚至你從高點下來 都不只跌5成 有的都跌6成 7成的 那你現在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股價已經反映到 這樣的切斷的狀況之下 這些利空當然會對消息面 對信心有衝擊 不過我覺得 慢慢的你就去觀察 因為我相信利空一定還是很多 那你就觀察股價 什麼時候真的不太跌了 那基本上來講就有機會 那當然 你像MCU這個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也都是 很早之前的消息 其實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消費型的MCU 其實早就在降下 那是車用的MCU 現在來講還是算很OK的 那記憶體的部分 當然也是一樣 我想有些未來展望相對比較不好的 我也比較認為就是說 你之前真的沒砍的 你用線骨買進的 持股比例不高的 你可以等待反彈之後 再進行減碼的一個動作 好 畢竟利空看起來是滿明確的 那IC設計的部分呢 就竟然講到車用的應用呢 現在還是這個如火如荼當中 那IC設計呢 觀察比如像車用管理晶片 或者是說一些快充系列的一些應用的話 盤面上 但今天也受到大盤拖了你的整體的下跌 但老師您認為 IC設計指標裡面 還是有一些曙光 有一些機會大家可以期待嗎 對 其實我覺得Type-7跟快充這一塊來講 因為今天電子史報寫的 其實就是說 其實以這些來講的話 不管是USB PD 3.0 或3.1等等 其實未來這一塊來講 它就是一個產業的趨勢 你可以自己去看那一邊的報導 那另外當然也有報告的部分 其實這一塊就是說我個人覺得 在股票指數真的跌那麼重的狀況之下 其實大部分的股票其實都是跌 可是等到這個指數 假如真的可以慢慢的回穩 那我相信會領先上漲的 或者是波段還有機會創新高的 我想是在於未來 它的產業趨勢真的向上的 就是說比較明確的 大家認為新產品的東西 我覺得這一塊相對上來講 是比較有機會的 好 那另外一看一下工業電腦部分 有人說 因為這個E號可能POSE機大量的應用 或者是機器人送餐的需求 讓工業電腦 成了最近資金的避風港 這檔個股 我老師在兩天前就已經提醒大家 是8114的鎮華電 今天是除全息 開盤的時候滿強勢的填息 但後來五盤過後 受到大盤拖累也下跌了 那老師你怎麼看 工業電腦今天都是稍微的回檔 但是比起IC設計或半導體來說 它的跌幅相對的輕微 你怎麼關注 今天只是也不小心被拖下水了嗎 對 沒錯 我想這一塊來講 你要佈局工業電腦部分 當然大概就是以指標股為主 鎮華電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說其實你操作這些來講 當盤是不好的時候 像最近這種盤的時候 假如一天跌個三四百點的時候 這種股票你不能去追 像他今天早盤還滿強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說 假如盤是持續的下跌 其實大家都會受到 受到所謂的拖累 那只要就是說整個盤是慢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假如盤是慢慢穩的 真的你看到所謂整個指數 有機會來觸底反彈的話 我覺得這些股票來看的話 其實它也有機會開始 呈現比較創新高的一個走勢 所以我覺得工業電腦的部分 在未來其實也是值得來做留意的 當盤是穩的時候 我想也是一個佈局的一個方向 好 各位老師 今天做了一個簡單的結論 其實目前就是看起來 在美國股市 儘管說幾個數據指標 包含了通膨的問題 油價有做下滑 但是整體市場信心還是在關注 美國股市還沒有明顯回問的時候 台北股市最近震盪難免 但好的訊息是 今天台北股市有出量 就觀察晚上融資的這個 減少的金額 來斷定下個禮拜 有沒有機會做一個 短線上面質問反彈的機會 如果說台股有機會穩的話 老師剛才也講了 幾個族群 幾個個股 包含的IC設計裡面 有一些機會可以掌握 工業電腦你不要追高 未來可能在防禦性的題材也夠 前景也好的狀況之下 可以做一些少量的佈局 如果說你對操作剛才的 教育老師所講的個股 或大盤的觀察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參考我們老師上面的大頭娃娃 掃一下下面的QR Code 就可以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週末兩天大家休息一下 把這個老師的一些投資心法 好好的做複習 有問題都可以跟老師來做請教了 國外回來聊一下 這個半導體現在長夜未盡嗎 台積電又有利空了 說有三個大客戶 鐵粉 蘋果 超微 揮答要來砍訂單 今天股價又受挫 在七月中台積電法輸會 還沒講清楚之前 大家不要輕舉妄動嗎 法輸會的說法 能夠成為台積電股價的明燈嗎 國外回來請問阿文塞 來 休息一下捨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灣的產業最硬以為要的半導體 怎麼這個時候利空滿天飛 而且變得好弱好弱了呢 其實不只台灣半導體 美國半導體也滿慘的 費半昨天跌了這個 跌幅滿重的 我們看一下費半的幾個重災區 麥威爾 輝達跟超微 過去人會講的 最近上半年以來 股價的跌幅也都相當的深 美銀現在也來補刀了 他看淡晶片業的前景 說半導體銷售 要下修到9.5% 成長9.5%而已 明年緣估7% 下修到衰退1% 包括Skyworks Crovo從中立變成遜余大盤 但瑞達跟德儀 也是從買進變成中立 都是往下來修正的 可是今天的重災區 來自於唯控制期MCU 報價傳出有雪崩 前五大MCU指標場說報價腰斬 消費器應用衝擊大 大家都知道PC手機賣不好 新唐盛群有壓 需求不如預期 加上客戶重複下單 MCU又要開始大刀砍庫存 降價出清 易發半導體從70元 降到32元人民幣 這MCU族群 今天真的都跌很重 跌幅比較輕的 也是有跌了7%以上 阿姆斯拉我想問 其實你昨天有講過說 半導體這一波要觀察一下 七月中台積電的法術會 這麼多的利空訊息 台積電都沒有給出一個 比較明確的答覆 在這個半導體產業 長夜未盡的時候 這個法術會真的能夠成為 大家股民們心中的明燈嗎 對 我想今天一早 看各方面的資訊的話 真的要時代考驗電子股 電子股來考驗時代 為什麼呢 我想第一個的話 是一看到電子時報 電子時報怎麼寫 他說蘋果的話 心機可能會下修一成 AMD可能會砍單兩萬片 輝達新的晶片的話 會運到明年 所以三大客戶騎調降訂單 一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心裡面就覺得冷一半 我們看2330的所謂的台積電 今天其實他一開板這樣擊殺的話 我覺得跟這個新聞 還是有一點關係 第二個重點的話 到第三季理論上的話 是比第二季強 第三季是旺季 那麼過去的話 我們看美光的財報 市場本來一估第三季比第二季 是激增7.1% 但是昨天他們法收費的話 就把第三季的概念 輪廓的話講出來 第一個重點的話是營收 營收的話大概是72億左右 跟92.56億比較的話 下修22.2 對 下修22.2的意思代表什麼 本來是第三季比第二季 是激增7.1 現在是第三季比第二季 刷掉16% 好高喔 那又兩一半了 毛利率的話 從48.4的話 降到大概42.5的話 那表示確實記憶體的砍價 也影響到它一個獲利 EBS從2塊6毛7 砍到1塊6毛3 幅度也滿大的 不過正如剛才 我們一開盤所講的 美國Lamavelle或是AMD 或是像所謂的NVIDIA 股價已經跌4個以上 美光跌了42% 所以原則上 這個消息出來 它盤後是跌2% 沒有想像以前NVIDIA 如果有利空 盤後是跌5% 7% 這個跌2%就是說 我已經跌42% 雖然我現在有利空 但是感覺上的話 沒有想像那個賣壓那麼重 所以原則上 那盤後的話是跌2% 所以原則上的話 可能這所謂的特殊型的低潤 第三季的話 還會跌5% 消費型的話會跌得更多 但是它昨天講的 唯一最大最大的利多的話 我覺得也是台積電 法書位裡面 可以反撲的一個重點 它的所謂的庫存的天數 第一季133天 第二季降到109天 差了24天 雖然不好是表示 它是在清庫存不進貨 所以它就沒有新的業績出來 但它庫存從133天 它已經減少到109天了 我們現在所看到半導體的庫存 大幅增加是第一季的數字 到今年第一季的數字 如果說美光從133天降到109天 萬一未來如果公布第二季 很多的公司像美光一樣 降下來的話 台積電是可以反撲了 所以原則上 它昨天這個消息還是不好 所以它的盤貨還是跌2% 但是這麼不好的情況之下 沒有跌很多 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它告訴我們它的庫存減少 這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無論如何 它也是讓今天跌的因素 你看你可以發現 677的利器電 好 6770 利器電的話 因為這樣我們看盤中圖形的部分 它已經被那個 摩克森林的砍價格 砍兇 今天又砍5塊錢 又下跌 又跌得很深 所以原則上的話 這個就是使得台積電 使利器電 使得藍雅科的話 就下跌 再下來我們來看這一個 MCU MCU的話是一個模範森 MCU過去的話跟MOSFET 或者是跟所謂的電影管理IC的話 是電子骨裡面模範森 但是模範森現在所謂的 電影管理IC的話一直被打 唯一現在只剩下細力 毅力而不搖 其他勵志或智信都被打得很慘 MCU這個所謂的MOSFET也被打 我們昨天看過小公立的 所謂的MOSFET都被打 今天打到MCU MCU一打的時候發現4919 我們看4919的所謂的新唐的話 就跌停 這個是最有資深的 是外資看得最好的 也被打跌停 盛群他講什麼 他講的是說 一般的MCU的公司 價格已經回到疫情的價格了 我還沒有 我是跌一層 我之前把人家漲兩層 我現在跌一層 其實我還有漲一層 對 但一般的MCU的公司的話 漲兩層 現在跌回兩層 所以回到原點 所以6206的盛群 難怪他沒跌停 就沒有那麼大 比爛的 他比他沒有那麼爛 但是MCU的話 隨著所謂的電影管理IC 隨著MOSFET的話 現在看到MCU的話被砍 那韓國的晶片庫存增加的話 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是午夜 所以他增加了53.4 但是我是覺得韓國最重要是因為 他的所謂的記憶體庫存也增加 面板也增加 他是其實是現在最難 都集中在他這邊 所以我們不能說 他怎樣 我們就怎樣 但是問題的話 他的庫存真的是增加很多 所以看了這些消息的話 我就覺得今天 這是阿彌陀佛 今天可能就是希望跌少一點 但是也沒曉得 股票市場的話 還是持續做一個下跌的動作 另外還有一個消息的話 是這一個 美銀剛才這樣 它的意思是怎樣 因為你可以發現 現在第二人的價格的話 他還是認為是這樣會繼續跌 認為未來第三季還會繼續跌的話 變成半導體的產值就會下降 因為價格單價下跌 所以產值就下跌 它就從13.8把它降到9.5 明年從7.8降到-1 所以沿著上都拍消息 所以今天下跌的話 也是跟所有新聞都是壞消息 有一點關係 最後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個影響更大 好 這個就是縮險公司 它五月賠了71億 它前五月的獲利減少了23.6 因為它有一個資本氏足利的問題 它如果不賣股票的話 它資本氏足利是不夠的 所以就大舉賣 所以變成說現在賣壓在這個地方 所以沿著上的話 還是要小心 這個所謂的授檢公司的一個賣壓 對整個大盤的一個影響 所以這些消息的話 造成大盤有一點跌了 就有完沒完的感覺 所以心裡面的話 也是比較所謂的暢然一點 就是滿多的利空因素交成起來 讓台北股是間跌得比較重 可是說實在話的 有一些零星的族群還是相對抗跌 像是封電族群表現就還不錯 對 我們一個來講 我們之前講的生計 生計的話 長多了也打下去了 因為看到電子股這種命運的話 生計股說你不走的時候 搞不好會跟它的命運一樣 所以大家也賣 所以這些生計股賣壓真的很重 唯一能夠倖存的話 我們來看1760的保齡的部分的話 保齡的話 至少又輕兩塊 還有4162的所謂的智勤的部分 昨天我們有講他是二房東 他獲利比較穩定 可能去明年第一季的獲利 移到今年第四季 所以今年就有可能 賺到9.3的話比較穩定 不過生計股利多 其實還是要比較多 其實在美國福利藥廠今天漲2.3 大家都跌 你一看所謂的這一個 那個什麼Dow Jones的話 全部都跌 就是只有福利藥廠還漲2.93 BNT漲5.01 主要是他們這兩家公司合作 這個全新的新冠疫苗的話 可以持久的防止變異 可以有保護力 你變東 變西 變南 變北 變哪變去 變哪去 等一下又是Omicron 等一下又變哪變去 它有持續 它變異保護 這個價值30而已 這大力多 但是生計股沒有漲 這個就是所謂的 BNT的話大漲 菲律藥廠的話 它又有治療 所謂的新冠病毒的新藥 我們說瑞德西股也沒什麼效 所以現在一定要有一個 很有用的一個藥 才比較有用 它有提出這個藥 另外這個所謂的BNT 它有說它這個 癌症疫苗的部分的話 這個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科技股 這個生計股其實利多還是很多 我們看BioNTech的話 你可以發現 它所謂的這個禮拜的話 是漲12% 所以生計股這類型股票的話 其實它還是有些利多 你看今天的話 盤中的話有個拓越的檢測 這個郭董 郭台銘 他的拓越的話 這個的話 測病毒已經這歐盟認證了 所以你那邊認證 這邊就可以用了 所以以後就不用 像以前給人家弄那個鼻子 他的硬磚 硬磚的話 聽他自己弄不會痛 被人家硬磚痛得要死 所以他嘴巴批皮就可以了 拓越的檢測的話就會通過 這也是利多 昨天高端的股東會 他說大家都做二期 你們打的疫苗都是做二期 人都沒有做三期 我做三期 他現在三期他認為 沒有變形之前 現在這種的沒有變形之前 你們說我的保護力84 我說是100% 因為他可能會變來變去的 沒有變的話他是100% 尤其對你們說小孩子不能打 他沒有抵抗力打有危險 他說反而是二到六個月 他的效果最好 他的效果最好 所以昨天高端疫苗 也有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告訴我們 都說生技股的話 也是不知倒地 剩下少數個股在那邊 過癮殘存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最近生技股的一個利多 還有在美國股市的表現的話 相對比較強一點 好 基本面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好 我們再來講 所謂的封電的部分 因為其實今天的話 一開始的時候是1513 四季剛也滿強一開盤 最後倒下1513一開盤也滿強的 所以個別股的話我們這樣講 比如說以四季剛為例 現在因為第三季 大家已經對第三季有一點 沒什麼太大的希望 連我們的理事長張錫 看第四季 看第三季 你看第二季剛的營收27億 第三季28億 這個四季剛 第四季的話37億 反而是第四季最好 主要是因為它彰化 這個所謂的離岸風電 這個9.5百萬瓦的離岸風電 企業初海去安裝 所以它這個的營收的話 第四季列進來 所以第四季的營收 就會比第三季 激增34% 所以這些股價的話 因為這消息的股價就開高 另外重新電工的話 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太陽能這個東西 這個訂單的話是200億 所以變成說 這是四季剛的營收 就是在風電的營收 它以前是這樣 現在是比較高 所以這些股票的話就零星 但是它最大盤的一個推薦的話 其實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原則上的話 就會有這個情況出來 最後的話我們來講 Tesla都是利空消息 但今天我們看6.235的華府 電子股是尾盤殺得很兇 一開盤的時候它還好 開盤很強 或者是4739的康普的部分的話 一開盤的話也很強 最後都不支倒地 為什麼一開盤強 Tesla全部都利空消息 都降平等 不過他今天講就是說 他4月8號這個所謂的德州廠 本來一開始4月8號起用的時候 原則上一個禮拜生產1000輛不到 他現在已經可以生產5000輛 所以他的產量會暴增 所以他耳後到第四季的時候 他的車子的產量的話 會增加非常快 如果所謂的上海那一邊 他把它修兩個禮拜之後 全部把所有設備 再把它增強大量生產的話 他覺得他下半年 他第四季的話是有辦法生產 這些消息的話 對這個所謂的Tesla的話 是有悲水吃心的一個利多 但是原則上 我看Tesla應該股價還是隨著 美國的所謂的高科技股票的話 在一步一趨 所以原則上的話 還是要看這類型股票 所以我覺得7月12號 是除息最大最大扣指數 那個時候一過的話 希望台積電 他第二季淘寶是不錯 第三季展望其實還好 如果在庫存的部分 在展望的部分的話 能夠提供比較大的一個利多 我覺得那個時候 整個電子股的反彈力道 應該會很強 好 台北股市今天面臨了本週 連續四天的跌勢之後 我們是在認為 可能7月份的觀察兩個事情 第一個7月12號 可能最大的除息的這個 這個漲點的蒸發過了之後 外加禮拜四 這個7月14號的台積電法術會 也許可以給台北股市當中 包含了電子股跟整體盤勢 比較一個穩定的力量 如果說你對操作 剛才阿文塞所講的產業或族群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來跟我們阿文塞 加個朋友加一個LINE 掃QR之後跟阿文塞打個招呼 阿文塞在這個盤前的時候 有些做影音的一些解盤 或者是談好你對個股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阿文塞進一步的討論 還有這個做分享了 台北股市人家說 已經真的是跌到傻眼了 這兩天都是雅股當中最弱的 資金跑哪去做 剛才阿文塞講的 零星點火風電族群之外 有一些防禦股表現相對的抗震 防禦股到底是什麼呢 難道都可以買嗎 廣告回來請問鄧老師 休息一下 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真的是跌到傻眼貓咪了 台股連兩天 雅股最弱這兩天 昨天跌400多點 今天再跌400多點了 資金到底跑哪去了呢 防禦型類股嗎 好多人今天這樣 我說什麼是防禦型類股 我們做了一下小百科 就是無論經濟如何 都能夠提供投資很穩定 增長的收益 防禦型股票比較明顯的 包含了公用事業 必需消費 醫療保健 還有電信股 讓我們抓一下 今天盤面上比較抗震的 還真的是這三個族群 電信三雄 疫情推升 寬頻向往需求 三雄五月營收全數年增 表現都不錯 大家就知道 中華電遠傳跟台灣大馬 工業電腦受惠疫後解封 IPC需求跳增成長 POSE機 機器人 送餐等等 第三季意外迎來忘記 因為全球解封的關係 最近強勢的個股 有振滑店 飛捷跟紅寶 民生消費也好強 雖然說這個通膨的壓力 可是大家還是要吃 因為疫情降溫 內需市場回溫了 下半年是傳統餐飲市場的旺季 寶雅賣生活用品的股價強勢 八方雲級之前創高 還有露易莎咖啡 當然這個露易莎是量比較小 我們從電信股跟工業電腦股 這兩個最近可能量稍微大 投資人比較認識的族群來切入 老師 防禦型的投資 現在可以做一個佈局嗎 那是說都可以買 還是說你現在挑選股票的準則 要怎麼抓 好的 我想在盤勢不好的時候 大家就是要防禦 對… 外資也一樣 你可以發覺一下中華電信 是昨天除息4.66元 外資是連買兩天 也是跟他除息 外資也跟著他除息 是跟他除息 對 你會發覺到前陣子除息的電子股 不管是連發客連電 全部都是跌 對 為什麼外資在賣 對 可是中華電外資是連續買 各位看到中華電昨天除息 你現在還原之後不得了 沒跌 各位知道嗎 這個禮拜五天 光本週五天跌掉1320點 這是很可怕 五天跌1320點 然後我們再來看今天 今天除息的就是 工業電腦的振滑電 我們來看8114的振滑電 一樣 你看 我們要還原日線 還原日線 你會嚇一跳 我還在五日線 對 我今天除息4塊半 也就是說他今天除息4塊半 他昨天除息4塊6 兩個只差一毛 他第一季賺1.17 他第一季賺3塊 3塊零幾 兩個價格差不多 你們發覺都在120幾 對 120幾塊 好 所以他就在告訴你 一件事情說 如果你是防禦型 你買電信三球OK 可是如果第三季有機會攻擊的話 那工業電腦這一塊 振滑電就是指標 所以你發覺到這個禮拜五天 跌翻了 你可以算起來1 2 3 4 5 他還除息 還加4塊半了 現金除息 你會發覺 他連禮拜一的低點沒有跌破 可是你如果你看加權指數 禮拜一的高點這樣跌下來 就跌1320點 光這五天 你看加權指數 你會1 2 3 4 5 禮拜一的見高點 碰 1320點不見了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我不只防禦 我第三季是真的有機會 對 所以你保守人會買這個電信三球 而且他的殖率都有3%以上 3%以上 對 那攻擊型的工業電腦 我說為什麼資金會輪 像昨天明君問我說 那個二級是不是做完了 我真的是做完了 連今天7月1號還繼續在結帳 好可怕 為什麼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 來看3675的德維 德維 好 3675 看 要看還原日線 也還在跌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月線好了 看月線 月線 我一直在提醒各位說 基期很重要 因為這個基期是高的 對 你看 跌兩個月了 這是邁入第二個月而已 你看到一個月可以跌這麼多 對 把前面四個月都跌掉了 你再看5425的台半 5425的台半 你看 六月份跌這個月 稍微要注意一下 希望這條線不要跌破 他還算有這條線撐住 可是你看4919的新唐 4919 你看 跌一個月就跌產 我們再跌第二個月 股價已經跌翻了 6104的創圍 6104 你看 股價已經腰斬了 包括最近最強的 8069的圓海 連續兩天跌停板 光連續兩天跌停板 你看這上個月就已經出現敗訊 這個月 位階也真的滿高的 所以位階很重要 反過來我們來看 8114的鎮華店 8114鎮華店 位階至少沒那麼高 而且它是打出大底 所以這個就是說 在邁入7月份 邁入第三季 當然今天7月1號 跌翻了 大家要稍微冷靜思考 你的股票如果還是高位階 極其高 然後你再去看 如果你是極其高 又月KD交叉往下 可能會補跌 那代表什麼 後面還有的跌 因為月KD 是代表未來幾個月 切換成月K 然後看一下KD 如果月KD是高漲交叉往下 你不要認為說 我已經腰斬了 應該不會再跌 它就跌給你看 就包括你看到非常好的股票 連發科這些 為什麼還在跌 你自己去看月KD 再去看機器 你會發覺 好像跌得沒有道理 因為本益比已經很低了 對不對 那沒有辦法 這就是趨勢 這個技術線趨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提醒大家 可能你從月K來觀察 有一些個股 位階相對高的 KD指標出現的不好的訊號 就要忍痛的停損 但是有一些個股 第三級人有機會的 包含工業電腦跟部分車用 法人還在買 機器相對低 依然是一個防禦型的標的 大家可以參考畫面上面這張CG 我們用手機拍下來之外 也可以跟我們鄧老師 加個朋友 加個Line 掃一下畫面上面 我們鄧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面的QR Code 老師相關的 持股的操作第三季 風尚很難抓 大家步步為移 沒關係 跟著老師的操作 跟老師詢問問題 都可以得到比較明確的方向跟答案 老師 那我們一檔一檔來追蹤 好 我們剛才有講到的鎮華電腦 你看第一季賺3.02 然後除息4塊半 今天是早上填息 雖然砂翻了它也拉下來 沒有關係 因為它現在就處於在這個 所謂右肩的位置 左肩 雙底 右肩 所以你看到它MAC 是不是在零軸之上 柱狀體都是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 多頭的強勢整理 所以你看才看到還原日K 它為什麼還立手舞日線 代表說這個禮拜95%的股票全部跌 因為大盤跌1320年 可是它還可以立手50千 它從禮拜一到今天除息 它還是漲的 雖然今天是開高拉回小黑 所以這種股票就告訴你說 你可以買它 拉回來買 因為股票你是看未來 未來 所以未來幾個月它是向上的 這是安全的 好 第三季看起來目前是 好 忘記提前到買 那我們看艾訊 一樣工業電腦的艾訊 低劑賺1.48 也就是說今年至少賺5塊半以上 然後你看這個底 是不是打得好扎實 非常扎實的底 好 你看 MAC一樣是在零軸之上 KD在50附近 月KD 你來看一下 你說它今天也跌下來 可是你看1 2 3 4 5 禮拜一的低點 根本連碰都沒碰 可是你要知道大盤禮拜一 到今天禮拜五是跌1300點 所以它是衝上去回撤均線 你看四條線都在這裡 那不就給你機會了嗎 也就是說當你去看 未來幾個月的方向的時候 好股票你剛好拉回買 我一直強調這件事 好股票你都不用追高 因為最近的盤勢 是在沙盤砍底 是在斷融資 你都不用追高 你就標的找出來方向確認了 拉回來買 然後用時間換取上漲空間 不要看那麼短 因為這些股票不是短線的標的 是很安全的 工業店老闆就是要強線布局的 那你說洪家軍的化漢 你說今天他也拉回 可是他一樣在這邊 是屬於一個在整個月線大底 積極低的地方 所以拉回來 其實基本上可以逢低布局 逢低布局我相信 禮拜一的鴻海 應該是會好一點 為什麼 他不是要除5塊2嗎 那麼今天收106 除5塊2下來 他還是利手100塊 他禁止再100塊 他禁止再100塊 那是因為大家害怕 這盤亂殺 我跟你講 鴻海如果回到禁止附近 因為他除息之後 他只要100塊是利手的 我覺得你說他會不會除息 往下殺我覺得機會真的不大 他禁止100塊那邊打了多久的底 回到禁止 因為加上除息我覺得是好的 只是大家害怕不敢跟他除息 可能今天會有這種氣息的賣牙 有可能 好 我們再看威強電 一樣工業電腦 昨天我就提到了 他定值在47.77 對 3D的 然後第一季賺1.39 那本應比低不低 低嘛 這個月的機器低吧 低 那你看說今天也跌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5 4 3 2 1 禮拜一在這裡 對 禮拜一在這裡 可是禮拜一的大盤 跟今天大盤是跌1300點 他是衝上去回來 就像同學們學過的技術分析一樣 突破景線 回測景線要幹嘛 買 因為他未來就是這樣上去 那是因為盤不好 他才來回這個景線給你碰 如果同學們 明均 如果今天不跌482點 他根本不可能回來碰景線讓你買 懂吧 可是今天跌482點 你就發現有的股票是一直破底 破底 破底 一直破 可是有的股票是衝上去之後 回來測一下均線 對 但是這個時候是投資人不敢買的時候 因為已經嚇暈了 一定不敢買 可是空手人這個時候就會找到機會 對不對 剛好可以低接 好 所以威強電其實還不錯 跌下來買都是安全的 而且還是股價低盡 對 好 好 那我們這幾天跟各位講 永威投控 你說今天他也跌下來 對 他也跌下來 那離禁止不就更近了嗎 29.63 禁止29.63 今天收29.75 那這個時候你不就要懂得去佈局他 有沒有 其實這種股票 他就是在等待未來的突破 7月沒有突破 8月也有機會 你發覺他禁止就守在這裡 對 你看這禁止守了 守這麼久 其實各位不用擔心 今天相對抗跌了 永威投控有一點點綠能族群的色彩 那碩盒也是有這個切金率 那碩盒今天雖然也拉下來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覺到 其實他也還好 雖然今天是後面跌下來 可是你看 他跟禮拜一的低點只差3 4塊 也就是說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一的時候在這裡 他跌下來差了3 4塊錢 不多 3%左右 可是大盤跌掉1300 最重要是 他是在屬於這個雙底的格局裡面 所以基本上指標在低檔 慢慢會交叉 所以安全 逢低布局 我覺得長線是看好的 逢低布局 距停 那講到距停 今天也是一樣被壓下來 可是你會發覺到 他剛好就是離這個景線更近 沒錯 那我們來看清楚 禮拜一的距停在這裡 有沒有 禮拜一的距停在這裡 26.25 對 今天在哪裡 今天看一下今天 今天收版收在哪裡 26.25 差不多 對 沒有三次贏 這禮拜沒有三次贏 可是他的方向 抗疊就厲害了 然後再來 本益比低 所以你說7月份 那我們覺得當然有機會 那只是說 大家看到跌翻了就不敢買 好 那回到我們講的 整個車用裡面的3D 低基期低本益比 然後低股價靜值比 股價低靜值就有廣泊 對 賺1塊6 靜值80 對 所以拉回來幹嘛幹嘛 要啊 五字頭你還不敢買 為什麼 來往下看 招揮也是3D 對 股價低靜值 空間更大囉 對 再來就是地保 好 地保 所以這個7 8 9月 我覺得這三個月第三季 這些3D的 剛才那三檔克服 不管KD或MACD 都還是正向 通通是多頭的 海裂 那今天無差別下山 所以空手還沒有布局的 你剛好就用什麼大型品牌過 是 對 廣華招 廣華招會到地